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三军指挥权交给了谁 鉴于此位置的重要性 张春桥 王洪文等人都想得到他 但是 毛主席既没有选邓小平 应建英 更没有选择张春桥 王洪文 而是选了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希莲上将 陈希莲出生在湖北红堂高桥镇斗山的鹏家村 他于1930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第129师38五旅769团团长 1937年10月 绿布叶喜阳明保日军机场 炸毁日军战机24架 此次战斗时 129师出兵第一战 使日军一时放尸进攻心口 太原的空中支援力量 并且被迫回调大批部队守备后方 有力配合的国民党军对日作战 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 受到八路 军总部嘉奖 后帅部参加神头领 向唐铺 进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役战斗 后来 在百团大战中 陈希莲给予日军严重的打击 他牵制住了很多日北军 这位其他地域的行动发明了有力的条件 解放战争时 他是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司令员 年仅31岁 毛主席将三军指挥权交给陈希莲 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很多人认为 这个位置应该是叶剑英的 其实 陈希莲虽暂时取代了叶帅的位置 但他会事事都去和叶帅沟通 并倾取其他老同志的意见 而且在为毛主起手灵时 他明确表态并非四人帮 展开全文重病在身的毛泽东 之所以将三军指挥权交给陈希莲 是因为当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又是军委常委的 只剩下陈希莲 汪东兴 王洪文 常春桥等人 毛泽东几经权衡 最后交代说 陈希莲从小参加革命 会打仗 带过兵团 带过炮兵 在国务院也有了职务 就让他管一 下巴 在其实的革命生涯中 陈希莲同志 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对革命事业始至不渝 把自己的毕生经历 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 使人民的好同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